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寒衣弄身等着那个衰老这样 一开始每天睡到自然醒 我的人生要这样过下去 那我就设定环境世界一百多 所以我一年就给自己列三个目标 失去了五年之后我就发觉说 其实五年就会做十五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我想到一个叫做新人生舞台 出去讲故事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就是这时候不好好的去做自己 然后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类的第二个黄金时机 那大元食堂不只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缺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最缺的就是快乐的生活 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这边 我最近看到过一个话题 就是台湾的人很喜欢我们看到的统一数字 同一数字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女性的平均年龄 越来越增长这是好消息 但是另外一个消息看到的是男性跟女性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字 我们女性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3岁了 所以这个我们很多的长寿 当然男性的平均寿命呢 比女性可能平均要年轻5岁左右 所以今天的女性 她们有更多的时间要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也许在50岁之后反而是下一个50才刚开始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了 所以今天各位来这边 你看我们这些小店请到了你们这些客人 今天刚好凑齐了 这有一位男的 这位男的他对话题很有兴趣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想 我是觉得到底50岁的人以后 到底该怎么安排我们的生活 胡小姐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我知道你的50岁生活以后 有很显著的改变 不过先告诉我50岁以前你的日子怎么过的 50岁以前我可能一开始是护士护理长 后来去教书 后来到卫生单位去做食安问题 OK那50岁之前算是很忙碌的人 很忙碌 然后有两个小孩一儿一女 然后要养小孩要工作 还有侍奉公婆 侍奉公婆 当然很有挑战性 当我可以退休的时候 我就考虑到 我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我对这个工作有热忱吗 退休的时候那几岁退休 55岁 55岁退休 这是你自己选择 还是你们的职场 可以退休的时候 半年后我就退休 那你为什么退那么早 因为我那时候是负责食安 在卫生单位负责食安 然后我也做了25年了 然后食品的部分就是黑心食品 不断地发生 那我只是一个中阶主管 所以也不可能去做改变什么 或是做决策 也是因为无力感所以才离开了 有无力感 哇 这挺严重 对 也有说对工作没有热忱 所以有些人问我说 我要不要退休 我说你要看看 对这个工作有没有热忱 也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的食安事件很多 你觉得已经无力了 他就离开了 因为每天都9点10点回家 好 那你在离开之后 你开始想到了严肃的问题 你很多时间怎么打发 刚好我女儿要去英国读书 我就说妈妈跟你去吧 那我脑筋里就是想说 每个人的梦想 包括我自己的梦想 就是环游世界 那我就设定环游世界100国好了 所以你环游世界的构想 有了构想 然后我就利用跟陪女儿 英国出国的机会 然后就开始可以实施 环游世界第一个 我会觉得有没有钱 很重要 对不对 你有钱吗 就是说我是公务员退休 有一点小 积蓄 小积蓄 有点小退休 我应该把你 你平常的积蓄之道 好 你的赚钱怎么赚的 好 不管怎么样 这个旅行当时 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 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 就是说 我觉得我的语言能力很差 大概是家里四个人最差的 我先生也很担心我 但是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想做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说有别于当老师 当护士 当公务员的角色 有学习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是不是前半生过得太一致了 太局限 对 太局限 你非常想做一点改变不可 而旅游去做环球世界 走一趟全球世界 很多人看起来是有点疯狂的 但你觉得这是更合你意 你就想做一点疯狂的事吗 应该是说我比较喜欢冒险 我喜欢新奇 新鲜的事情 我们看到胡小姐 她要做一点冒险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樱桃奶奶 樱桃奶奶你贵姓 我姓廖 廖小姐 你告诉我一下 你的前五十岁的时候 你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啊 我刚刚在听她的什么 跟我都相还了 第一个 我热爱我的工作 但是我一直有换工作 她有热爱 只是她有点无能为力了 你是什么工作 以前都有的 我都是跟外语有关的 那我本身本来就喜欢 所以呢 那我觉得我喜欢这个 然后我又工作上 所以我就是乐于工作 也觉得 没有太大的 特别想要计划什么什么 没有 你就是一个标准的上班族 对对 快乐的上班族 快乐 那可能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人生运作的 是的 你的快乐是来自于就是工作很棒 还是你觉得 因为工作要接触英文 那我从开始念书开始就喜欢英文 所以后来我一直做到最后是真的完全用英文 我先讲一下真的很多人就说你的那一生就是我要的那一生 但为什么我没有呢 不会有用 所以你以前做贸易也接触很多国外的机会 对对对 然后也有出国的机会吗 所以50岁之前你过的是一个快乐的生活 那50岁之后呢 开始呢 还好 因为我很多对事情都比较中庸 然后顺其之道 所以没有强求特别一定要什么 所以我自己的目标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那时候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工作要离你而去 后来刚好公司的状况 已经是有点下坡了 那刚好公司跟我谈说要退 那我也觉得很接受的退 就是63岁退这样子 退之前有想到后面的生活要怎么样去计划吗 后来给我一个退休的 就是我要去学唱歌学跳舞 因为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所以我就想 但是也有改变 现在的跳舞是比较不一样的 你的唱歌是什么 去KTV练还是找一群朋友 我在家里练 自己练 你本来在家里做生意 现在后来变成自己家里练唱歌的 没有同学 那么大家都跟我讲说我八音不前 我都自己不晓得我是八音不前 然后每个人比我会唱的我都是崇拜的人 唱歌跳舞怎么练 跳舞 跳舞给我一个感觉真好 不求好坏 你就是学 我就学跳排舞的时候 就通通不会 也没有人特别教你 可是我四年下来 你也学 四年下来 就是这么 然后我后来知道 因为学那个跳舞 我知道了 对每一件事情都一样的 不要要求 不要先设定 我一定要学好 我学得好不好 唱歌也 所以你们两个原来的退休计划 其实都没有真的去做 而是后来想到了 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改变 你选择用学一些以前没有学过的 对 轻松的东西 对 OK 丁老师本身是台湾公关 你也非常的 这个做了非常多 而且你也写过书 讲究人生 第一人生 第二人生 第三人生 第一人生是什么 第一人生我的定义是求学阶段 求学阶段 刚刚他们谈的是第二 第二人生是职场阶段 刚刚我们听到这两位女士 他们谈的第二人生 按照您的定义来讲 他们的第二人生过得怎么样 都不错啊 都不错 就不错啊 各自 对 你们不觉得回想起来 其实除了忙 他们就忘了还有那段人生 好 第二人生的人不错 接着他们开始要进入第三人生 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 或者我们的食堂 今天一开张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 那就是 我们寿命变长了 健康的状态改善了 于是 是不是第三人生 现在成为一个人生的一个新挑战 我觉得他们都是勇于追梦的人 然后很有行动力 所以我觉得像他们这样类型的人 不会让第三人生太无聊 太无趣 所以我觉得他们 勇于追梦 这是来自于他们的个性 还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 对生命的乐观 这是一个天生的 还是可以去培养出来的 您的观察呢 我觉得有一半天生 一半也是可以自己改变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是训练出来的 训练 怎么训练出来的 因为我是护理背景 那护理可以训练出乐观 就是说一个病人生病 你要做一个计划 然后一开始要评估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然后做了计划去执行 然后最后评价说 你到底好不好 做这计划 有没有他的身体好一点 或是不好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有点训练出来 还有就是说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 就开始住校了 就已经养成这种独立 自己必须要解决事情 您呢 来来 我觉得这个寿命的长短 根本对我来讲 我一点都没有感觉 说一定要长寿 我常常觉得 就是要快乐 健康的 那个寿命是健康快乐的 比长短 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一路玩到挂 我感觉两位 其实都带着一个 很健康的态度 很快乐的态度 来看着这个人生 所以第三人生 究竟该怎么去经营 在台湾的青壮年 自己认为 我有义务要把高龄族群 带入社会 走入社会 他们出去说故事的时候 大概花十分钟 把这个故事念完一遍之后 那我们每一次都会有 二十到四十岁的 这个青壮年的小队长 会去串整个节目 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呢 它的名称叫做 短耳兔 短耳兔 我就说嘛 有时候我去幼儿园 樱桃奶奶 樱桃奶奶 然后我就跟人家 我说 一早听到小朋友这样 我觉得就是 我教了很多小小朋友的感觉 我感觉你们两位其实都带着一个很健康的态度 很快乐的态度 来看着这个人生 所以第三人生究竟该怎么去经营 丁老师 在你的观察里面 我觉得第三人生 应该从第二人生开始就要多培养一些兴趣 要不然你到第三人生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兴趣 这样也不好 所以其实第二人生 我就觉得应该开始准备 可是他们两位好像都没做到 那我觉得比如说像 你去壮游 壮游也是可能放在你心里 可能有一段时间吧 想要环游世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刚退休的时候很惶恐 别人会画画 会弹钢琴 我怎么什么嗜好 什么兴趣都没有 我除了专业以外 其他我好像很无能 可是我觉得他有一颗开放的心 他愿意去接受他没有尝试过 可是那时候会很恐惧吗 我觉得会啦 不会恐惧啦 就是我三年后才恐惧 就是刚退休就跟女儿去国外 然后有时候回来当志工啊什么 就把时间填满 然后到三年的时候 我发觉国家不需要我 社会不需要我 家庭也不需要我 因为那时候儿子结婚 也不想跟我们住 然后女儿又去上海工作 那我就觉得我是空窗期 我没有像退休 有一般退休马上就是 好像无所事事 我是忙了三年 然后开始 我的人生要这样过下去吗 刚好我六十岁 我说好吧 走过人生一甲子 我就去规划一个庆生之旅 但是为什么要庆生呢 是因为我的家庭是重视生日 这一件事很重要 我的夫家这个婆家这些 说母难日过什么生日 所以我说一定要别人来帮我庆祝吗 我计划一下庆祝自己 给自己生日礼物 所以当时只是很单纯 所以你的退休的真的那种空虚感 拖了三年 真的才降临到你身上 对 你才决定我应该要做个事情了 对 你能帮我们仔细回想 那种恐惧感是什么 是不是很多的退休人都会有这种 那种是这种失落 是这种恐惧 还是一种彷徨 究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应该不是 应该算是没落 觉得说白天看起来很忙 一下跳牌舞 一下去读书会 一下当志工 排得满满 但是回到家里 想起来很空虚 跟我开这个店一样 我一直白天看到客人玩的时候 我让地人对面 才赚到这点钱是什么 自己在干嘛 就那种感觉对不对 在那个夜来人静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在忙什么 我真的是在过我的快乐退休 你也有这种类似的彷徨感 我每次都说到目前没有 我所谓的常常请到一个词 叫做孤单不孤独 就是孤独不孤单还是孤单 孤独不孤单 孤独不孤单 孤独是状态 孤单是心情 你的心境是并不孤单的 对 所以说两位是不一样的 我想请到巧克力先生 今天是唯一我们的店内的男客人 为什么呢 因为巧克力先生 你学的是戏剧 但是后来在你的工作里面 你创立了一个叫做野奶摇滚的这个团体 摇滚野奶 摇滚野奶 野奶摇滚 我帮你换个名字 OK 这个团体来讲的话 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然后你特别是刚刚我看到两位 他们中年的退下来 这种心境是不是很多人就 往往在那边就走不出去了 我在做现在在做的这个社会企业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2016年全台湾的这个自杀人口 有25.9%都是65岁以上的高龄族群 敢来喝杯茶吧 承重了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政府在推长照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还有到很多疗养院去做服务 我发现那首领族以上或是退休族 或是高龄者 他们本身的心理健康怎么办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协助他们 后来才成立这样的一个说书团队 所以那时候看到的就是 很多的我们的年长者可能都是在心境上面 孤单啊 子女也不要啦 社会也不要啦 什么都不要啦 这个印证了刚刚我们胡耀姐讲的那个现象 对 可是他们最重要的是自己不要自己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都还没有到这一段 你们自己还有很多想要 所以你用了什么方式来帮助他们 我用我最擅长的 因为过去十年我开儿童故事屋 所以我用我最擅长的故事 故事像是一个仪式帮助人家成长 所以我认为首领族他们不是在变老 他们是还在长大 所以我们用故事这样的仪式 带着他们去开启对老年美好的想象 绝对不是只有凭并估 所以你的故事是让老年人来念故事 让老年人来看很多不同的绘本 这个绘本里面有充满成长意向的 有创意的 有死亡的 希望从绘本当中去给他们什么 给他们一些提醒或者是唤醒 好 这是阅读的部分 但后来你把阅读又延伸到其他的活动去 实际的action 那是你原本设计如此 还是后来你从老年人的念书之后 你又开始延伸出来 这是一种在台湾的青壮年 自己认为我有义务要把高龄族群 带入社会 走入社会 因为他们自己一个人去接触 他们会害羞 那我们陪他们一起 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到各个咖啡厅 去说故事给0到99岁的民众听 然后说完故事 故事本身不是那个主体 而是说完故事 是跟那个底下的民众交流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故事 这跟我的变老这件事情 所以还在长大这件事情 有什么关联 然后你好奇我的白法 是什么时候这么白的吗 你好奇我什么时候 我的牙口越来越不好了吗 就是类似这样的交流之后 他开始取代教育没有教我们变老 那我们就应该要带着这些 这么棒有智慧的长者走出去 杨奶奶你这边有带来 那个绘本书对不对 是的 我很想在我们今天的小店里面 就念的小小一段 让我们体会一下 所谓的跟着巧克力老师 他们出去看 你念的什么感觉 你随便挑一小段 念个问题 基本上 你就当作今天就是在念个问题 我把它当作就是我平常的那个 OK 念一下 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呢 它的名称叫做 短耳兔 短耳兔 故事开始了 它的名字叫东东 那东东呢 我们说短耳兔是哪一只啊 这一只 然后呢 这个是他的朋友 咪咪 两个人很开心地在玩哦 不过呢 东东呢 就想到他的短耳朵 跟别人都不一样耶 所以呢 他都会跟妈妈讲说 为什么我都跟人家不一样啊 妈妈就说 很漂亮啊 很可爱啊 没关系啊 就是安慰他 所以这个故事你讲过多少遍了 这个故事 讲一遍而已 可是我看你完全不必看里面 大概你翻了就知道什么故事了 是的 我有一个那个 这个也是借这个机会 我们以前常常都打字嘛 而且我们现在都没有写字 我借这个去说故事这个机会 我绘本到我手上 我都先操一遍 因为刚好增加我的印象了以后 所以呢 那然后我就再去看图说 好 我们刚刚像 你的对象应该不是像我们这个年龄 不一定 不一定 可是我看我们三个刚刚没有反应 怎么办 好像额童 对 我的感觉好像 你是在跟儿童叙述这个故事 有可能 他们出去说故事的时候 大概花十分钟 我们把这个故事念完一遍之后 那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二十到四十岁的 这个青壮年的小队长会去串整个节目 那比如说会介绍我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女儿带她九十二岁的妈妈到现场 然后比如说来听摇滚言乃说故事 那这个主要是他们站在舞台上的那个风范去带给这些听众们的那个想象 那大部分的年龄层都是什么样的 我刚感觉比较像是跟儿童在说 听到最多还是在儿童 因为它比较是 它的气味比较像小朋友会喜欢的 难怪 那我们还有那种就是爷爷有没有 年轻人就好喜欢 好喜欢听 所以不会对我们这个年龄层来说故事 咖啡厅都有 咖啡厅有 都有 然后还有你知道这个年纪的这个铁粉 他们会追随他们开始去听 因为像短耳兔是自我认同 所以有多少铁粉了 你现在有多少铁粉 还好 我想一定有很多人追随你 小朋友比较多 所以你最难忘的这个念这个故事的经验是什么 我其实自己不喜欢退休这两个字 好像你退休了以后就无事可做 然后就还一弄孙等着那个衰老这样 我用毕业典礼来代替退休两个字 第三人生其实想想 我觉得那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 突然多出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刚好在我们体力又可以 财富也还行 还有点积蓄对不对 然后子女责任又完了 我觉得这时候不好好的去做自己 然后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待何时呢 对不对 我想一定有很多人追随你 小朋友比较多 所以你最难忘的这个念这个故事的经验是什么 有没有哪一次的经验让你特别难忘 有 我觉得因为参加这个以后我们还要有创造 比如说这个故事不只是故事 还有做游戏有相关的 然后有一天我自己就一直想有相关的是什么 因为太多本了 然后这个最近我常讲的是阿芝海茂先生 那个就可以给人家对大人 台湾自己的绘本 然后呢我就想了 突然晚上 哇 我去把那个橡皮签 然后刚好剩下的全部当成帽子 当成鞋子 然后就给小朋友当成说那个 那个我们讲的叫做什么 救火车有没有 因为跟那个有关系的嘛 然后就小孩变成做游戏啊 就把那个圈圈都当成戴帽子穿鞋子 然后那个我们喷水的那个东西啊 就撒 喷 喷花的那种喷水啊 然后就变就是灭火器啊 然后就玩了洗礼花啦 还有什么一百成八四啊 就是对小朋友都很特别的啊 然后我就用作纸啊 然后他们黏黏黏黏黏黏黏的好长啊 所以你印象最深刻就是 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可以这么说 那跟你自己刚刚告诉我们 你去跳舞啦 学唱歌啦 或乃至于做一些这个银法族 他们常在一起结伴的出游活动 做这种说故事的 究竟有带来不同的乐趣 不同的满足吗 当然 这个带来跟你带来什么 跟其他活动比起来 这个特别在哪里 这个特别的 我就说嘛 有时候我去幼儿园 我还没到这 樱桃奶奶 樱桃奶奶 同学嘻嘻哈哈他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 又多了一群小小朋友的那种感觉啊 这个在你的退休生活 现在到底扮演多重要的角色 说实在 我们一直大家都强调这个退休不退休 我觉得生活就是生活 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还是顺其自然的 所以你不喜欢听退休这两个字 对没有 这绝对 因为我没有特别 所以不一定说 只是说 我们在讲到这个退休 那应该是说这个阶段 就是我经过 这个上班的 然后直接现在的阶段是这样子 所以 说话说个 丁老师你怎么看 我们看这个樱桃奶奶 她的这个选择的这种 生活的态度 我觉得 我其实自己不喜欢退休这两个字 我感觉是好像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退休两个字的定义 好像感觉很被动 好像你退休了以后就无事可做 然后就寒衣弄孙等着那个衰老 其实就是退步啊 对 所以我其实 我在我的书里面 我一直想 有没有两个字可以代替退休 所以我其实 比如说我离开职场之后 我给自己办了一个个人告别演唱会 可是我的定义 我写毕业典礼 我用毕业典礼来代替退休两个字 因为我觉得毕业的想象空间比较大 你毕业以后 你要追求另外一个人生 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感觉退休两个字 好像就是 就在家里等着寒衣弄孙 所以我觉得第三人生 我觉得像不管是胡姐 或是那个 樱桃奶奶 对 我觉得他们都是勇于去尝试 自己没有尝试过的 或是说勇于去踏出第一步 因为很多人都连踏第一步都不敢 所以我觉得第三人生 其实想想 我觉得那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 突然多出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刚好在我们体力又可以 财富也还行 还有点积蓄 对不对 然后子女责任又完了 我觉得这时候不好好的去做自己 然后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们带何时呢 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类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真的要好好把握 那毕业的人生 如你所用的毕业两个字 他们在这个阶段往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恐慌 是什么 像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没事我就会找事干 所以我一年就给自己列三个目标 比如说 这也是个好方法 对 我觉得比如说 我在每年在Christmas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我明年有没有什么三件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这样子这种习惯持续了五年之后 我就发觉说 其实五年你就可以做十五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比如说我去年我就写了说 我要出一本书 所以我就会逼自己赶快把那个书写好 然后我要开一个音频节目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给我自己 比如说我就想到说 台湾人必做了三件事 我到底做了没有 哪三件事 爬玉山 永度日月潭 还有那个环 对不对 骑车环导 那我们就说 对啊 我每次都说 我们要爱台湾 那我这三件事做没 还没 我一样也没做 一样也没做 开始把他来得及 所以我就开始 他也没做 对对对 开始开始 我觉得挑战自己其实还蛮 所以你这三个做了没有 我就开始挑战先骑 因为我听说三个最难的是 那个骑单车游台湾 所以我就开始练 然后就去报名 然后就去 可是我跟你讲 练回来我真的是 骑回来我真的是 觉得下次再也不要了 可是挑战回来你那种 那种感觉 你那个成就感 我真是跪在地上哭了 你知道我拿到那个 那个叫证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天哪我竟然可以做得到 我选绘本好了 我选绘本好了 对 我今年还去爬富士山 爬完回来我也是 我觉得有时候给自己一个挑战 你去做没有做过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建议大家 其实比如说退休的人 我不用退休的人 毕业 毕业 要跨入另外阶段的 就是可以定立一个目标 对 不要多 不要多 那是你自己诚心想要做的 或者说你以前想做 一直都没有做的 然后第二 你当然要找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想要学跳舞 你就年初的时候 就把一年的钱全部缴了 我就是找一个老师 然后告诉他说 我先缴一年的钱 那到最后你就觉得说 钱缴了没去上课 让自己没有退路 对 让自己没有退路 要不然第三 就是你announce 在你的朋友圈 或是你脸书 你就announce 说我今年要减肥 要减20公斤 随便啦 我随便这样讲 那就会很多人来push你说 丁军你 做不到 我的意思是 我只是打比方 就说我们找一些方法 等一下你帮我们宣布一下 你明年的三样子 我们帮你一起来监督了吧 其实不是我退休以后才有 我以前年轻就开始有目标 比如说今年比较物质的 买车 三年后买房 然后生第一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 然后学英文 写日记我写过 你也写过一样 后来也是三天没不写了 所以我说我以前就有定目标 但我发觉就是说 这个目标定了 是要自己有兴趣的 就会去执行 我就 前年撞游 那回来我写书 我就写一本书 然后分享 然后最后 我车祸 真的是手还受伤 到现在都没 什么时候有车祸 去年11月 我是7月出版新书 然后寻回台湾 你看你游了100多 接近100天 都没有受伤 都没有事情 还好吧 都没有问题了 今天看起来都好 就是已经复健到现在 就差不多了 OK 所以这算一个小小的插曲 然后就是 我受伤两个月挂石膏 打入开刀房 我要做什么 两个月都不能动 也包括洗头这些 那我要做什么 那我就想说 我父亲 没办法演讲 都取消了 然后就是 我爸爸90岁 那我写父亲传记好了 所以又写一本 对对对 所以今年4月又出版 这样子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你有兴趣的事 你一定会做 刚刚老师讲的 你说这个定规定 但是基本上 你觉得一定要找 自己的兴趣来走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所谓毕业之后的生活 一定要随时随刻 都要找事情做吗 一定要 我老子想的 一定要这些兴趣 不管有没有兴趣 一定要把自己 过得那么忙碌 你觉得吗 那这一次撞游 我邀请他 跟我去撞胆 就是两个礼拜 结果回来他说 他好喜欢 他就说 以后有这一种 安排我要去 没有你 他不会走这一步 对 所以现在你的老公 反而靠着你 当他的新生命的推手 他还没退休 他说退休以后 他要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 就所谓毕业之后的生活 一定要随时随刻 都要找事情做吗 一定要 我老子想的 一定要有这些兴趣 不管有没有兴趣 一定要把自己 过得那么忙碌 你觉得吗 一开始 就是为了填时间 我真是每天睡到自然行 所以三天你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所以那我要干嘛 就撞游好了 撞游以后 终于找到兴趣了 原来我喜欢旅行 是人文交流的旅行 因为我入住在外国人家 然后跟他们沟通 聊聊教育 聊聊医疗 我最喜欢问说 你们救护车几分钟到达 职业定 对 职业定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50岁之前 就要去想我后面要做什么 还是你刚刚讲 因缘忌讳 不必做那么多的规划 到底该怎么去准备毕业后 其实我都没有预期 对 我现在你看都不是预期 撞游以后 撞游以示威的庆生 我还想问你 现在要忙什么接下来 书也写了 旅游也做 你现在接下来是什么 我发觉我还有一个才能 烹饪 烹饪 不得了的生活 真的 你现在觉得跟以前的50年 前生来比较 你自己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快乐 幸福感 那前面为什么不快乐 我觉得我好像在 是一个传统女性 好像完成任务的那种感觉 我们这一代的人 很多在第二人生的时候 都是急急盈盈 然后为了赚钱 为了养家 为了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 做一个这个温良 工钱让的女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第二人生 我们大部分是比较牺牲自己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到第三人生的时候 刚好是一个我们体力 财富任何状况都还可以的年纪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鼓励大家在第三人生 反而回归到一个真正的字幕 对 就想要做自己 对 比较能够自由自在地展现自己 刚好现在年轻人就比较颠倒 从小就肯做自己 没什么事 因为现在个人主义不大 所以我们现在夹在东东了 反而不然 对 你也是同一档子 就是我们也许可能后面的人生 反而活得更快乐 比前面活得更快乐 你也这样的情形吗 所以我刚刚也在想这个事情 因为以我个人的例子 可能我真的没有什么包固 所以我对我自己就是自律 然后很爱我自己 以前我在上班 我也不晓得什么 一定要去追求快乐或什么 就是这样的工作 那因为那退休 我想到一个叫做新人生舞台 新人生舞台好了 不要说退休 新人生舞台 好 对 的时候呢 也是 就是我说参加演呐 也是无心插柳柳成之来的 然后就过去也很好啊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我出去 出去讲故事 就是去给个舞台啊 去讲故事啊 那也还有一点 我觉得 如果说以前的话 我没有那个 如果像今天的聚会 我一定会紧张啦 我会觉得 陌生感啦 紧张 然后我觉得我消除的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我害怕你下次再来 把我们店给夺走了 对 有可能吗 你刚刚讲到说 消除紧张 这大概是一个 没有预料到的一个收获 对不对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你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在这次你的后面的人生的 新舞台的改变上面 其实我是觉得 壮游的结果 找到我未来的人生 就是有兴趣 还有一个是思维的改变 真的 什么思维 比如说对孩子 放手 让他独立 对 然后反而快乐 我现在可以来上这个节目 或者也许要带孙啊 或是要煮饭给他 下班要煮饭 小孩也没跟你讲 妈妈 为什么你不早点过这种生活 也许大家相处得愉快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突然反射 回应到 我们是不是 现在已经在中年之后的 很多女性 在过去社会的压抑 我们活得真的不快乐 现在应该真的赶快 调整一下 对 我是觉得说 可能这一代的年轻人 是比较幸运的 像我在国外撞游的时候 也看到很多年轻人 在旅行 二十几岁 然后还不断地旅行 但是不断旅行 并没有找到目标 那也是不是很好 我能问一个问题 你那另一半 现在对你的改变 他的看法怎么样 那这一次撞游 我邀请他 跟我去撞胆 就是两个礼拜 因为他要上班 结果回来他说 他好喜欢 因为我们是参加一个叫做 灰盈利组织的 叫做service的一个 国际交换的 一个住宿的一个 不是沙发客 一个组织 然后就是入住家庭 然后煮饭 然后沟通 他英文强得很 我从此 他就说以后有这种 安排我要去 没有你 他不会走这一步 对对对 所以现在你的老公 反而靠着你 当他的新生命的推手 他还没退休 他说退休以后 他要这样 而且他要追求梦想 我说那你什么梦想 SARS phone 他从来也都没有 吹过SARS phone 他是因为看到你的故事 所以他自己也开始 有改变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男性是不是到了这个年龄 反而比女性来得更彷徨 应该是 还有就是说男性是 个性各方面 本来就大不同 刚提到我去读书会 现在我也邀请他进去了 现在反而慢慢契合 因为只剩老伴 儿女都是 你老师我们听到这边 是不是男性在这个 所谓的第三生命的 这个规划里面 你有观察到跟女性 有什么不一样吗 从女性角度怎么样去帮男性 也叫他们提升一下呢 我觉得男性比女性 更不会过日子 真的是好可怜 因为他们在第二人生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时候 拿霍沙拉来过日子 希望你以后会 对我觉得男性在 在第二人生的时候 太focus在工作上面 工作大概就是 他们生活的全部 一旦他们离开职场的时候 他们就慌了 就发觉自己好像没有角色 然后家里所有的事物也 太太都弄得好好的 然后小孩也长大了 他就突然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男性 退休以后或是毕业以后 是非常依赖太太 另外一半 帮他开创新的人生 难怪我们看到男性 越活的时间比女性 越来越短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努力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 这么多的长者 或者是长一辈 你会给他们的生命中 所谓的迎接新舞台 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太多亚洲的家庭里面 每天都在上演 情绪勒索这种事件 爱自己就是对 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 最大的负责 在很多的故事里面 都有王子 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城堡 去救公主 王子他走出自己的城堡 就是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圈 他所要去救的那个公主 就是我们的君 然后那个 钳制住那个公主的恐龙 他就是教育 把我们变得比较僵化 这么多的长者 或者是长一辈 你会给他们的生命中 所谓的迎接新舞台 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还是 刚刚其实都有讲到 就是走出舒适圈 那我的出发点 都还是从绘本故事开始 在很多的故事里面 都有王子 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城堡 到另外一个古堡里面 去救公主 然后这个公主 通常都会被一只龙 给穷尽住 其实不管是王子 或者是公主 不会把那个龙也杀了 不会吧 对 这个都是在生化学里面的 他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型 王子他走出自己的城堡 就是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圈 他所要去救的那个公主 就是我们的Dream 然后那个钳制住那个公主的恐龙 他就是教育把我们变得比较僵化 没有办法跳脱框框的 那个社会告诉你 你应该要变成这样的人的那个表现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去 帮他们找到一个兴趣 还是找到一个新的活动方式 不帮不帮 因为帮了就是剥夺他们的学习权利 所以我只是帮他们架构一个平台 让他们走入社会 然后用说故事这样的工具 他们还是需要自己帮自己 好 等一下我们要上 我们今天特别给各位推荐的 今日的推荐的特别的菜 马上就上 保证给各位是最需要的 好 我们现在要上菜 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小厨 来 先 这个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很棒 什么口味的 柠檬 柠檬口味的蛋糕 要献给各位的 今天我们小店的客人 为什么蛋糕 生日吗 其实你们每天都要在过生日 我觉得这就是 我也这么同意 每天都在过生日 你们每天都有新鲜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 祝福你们 就是你们的生命 其实每天都在翻新 所以每天都需要蛋糕 帮你祝贺 每天过生日真是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说 帮那些还没有办法加入的人 你们会给他什么建议 谢谢 那个 伯小姐 我觉得壮游 去旅游一下 一定要像你一样是环游世界吗 比较稍微长时间 长时间不可能 也不能跟团 自己放空 然后跟一些 你看他说好危险啊 怎么办 就是说你可以两半也可以啊 或找你先生一起 不一定要自己一个 不同的文化差异 然后不同的语言 能遇到 你要去解决困难 然后在解决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自己 还蛮有能力的 然后就是说 还有很多时间你可以自己思考 巧克力呢 你的建议呢 那我觉得太多亚洲的家庭里面 每天都在上演情绪勒索这种事件 那我觉得爱自己就是对 我们自己生命 或我们晚年生活的一个 最大的负责 好 倪桃来 我有试过 建议别人怎么样子 可是不见得会接受 那所以我个人有时候 我也没那么把握 推荐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自己在想 每个人他自己有他的 已经很定性的 尤其是我们这种年龄 他已经固执在心里了 所以一句话就是 明白的明白 不明白多说也是不明白 也有我个人比较消极 看我变这样子 非常务实 就是说你能够做得好好的 你就可以做得好好的 否则的话你也听不进去 对 早早地去想到自己的兴趣 培养自己的兴趣 对 兴趣很重要 对 丁老师 我觉得把自己过好 就是送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对 那就像巧克力刚讲的 多爱自己一点 那如果到现在还不知道 毕业以后要做什么事的人 我会建议一年学一样新玩意儿 就想一个新玩意儿去学学 那有了新的兴趣 你就有新的朋友 然后就帮你开一扇窗 然后你就多了解一个领域的事情 其实你的人生 就会慢慢慢慢这样做 或者像我们一样开一个食堂 对 不管它明天会不会倒闭 至少你开了 所以我知道你那其实 你用意就是 你要给自己找的一个动力 现在开始也不迟 对 因为你们就告诉我们 最好的可以去做 任何年纪都不闲持 真的 高兴快乐 今天很快 谢谢你来分享我们的小店 我相信我们的小店 也很快成为幸福之家 只要它明天不倒闭的话 不管怎么样 人生去做 做了之后就不怕后悔 真的 来 用吧 谢谢 谢谢 我们会常来捧场 真的 谢谢 谢谢 我也可以改行 首领食堂 对 让他当厨师 对啊 不咱们 我看他 你破坏 对啊 太多了 不咱们 不咱们 对啊 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